大家好 我是小野 最近我做了一個夢 夢到世界末日來了 然後我們整個村子裡的每一個人 都知道這件事情 可是大家心照不宣 然後大家開始做預備 開始收拾行李 然後準備去到一個地方 等待世界結束 醒來之後後悔想到說 其實人活著 一直面對的都是這一件 心照不宣的事情就是 你會老去 然後你會死亡 在我們華人社會 講到自己會老 或講到會死亡這個字 都不太敢講 都非常忌諱 尤其講到死亡的時候都會說 他走了去天堂 往生了 不敢講死這個字 在華人社會特別忌諱 那最近在台灣 有一位導演叫楊麗舟 他偏偏拍了兩部電影紀錄片 都跟老人有關 然後一部是被遺忘的時光 一部是青春拉拉隊 那今天我們請到楊麗舟導演 楊導演你好 夏宇老師好 各位觀眾好 我是楊麗舟 我先問你 你對一個人活著 漸漸會老去 有一天終於會不見 你從小到大什麼感覺 其實我小時候 就非常害怕死亡 因為我在小學的時候 我突然有一天意識到 在學那個數學的時候 學到百分比的時候 我突然知道死亡率 竟然是百分之一百 所以我剛剛那個夢 為什麼一開始就講到說 每一個人都意識到 人會有一天漸漸老去 然後沒有一個人躲得過 離開這個世界 那每個人在這種心理下 怎麼長大呢 那有很多很多小孩子 小時候就想到了 並不是一直到老才想到 那越早想到越害怕 因為未來的日子很長 那我們就回到這兩部紀錄片 在這個紀錄片之前 你拍過很多紀錄片 然後非常巧就是 你突然連續拍兩部 這種老人議題的 這個老人議題當然就 其實第一部拍得 非常的沉痛的 就是被遺忘的時光 張國棟啊 張國棟是誰啊 是你先生 啊 我有先生死了 為什麼不知道呢 你忘記了 張國棟 我沒有想說張國棟是啊 沒關係 我們來看他 不行 我們來看一看 嘿 那我怎麼不知道呢 你忘記了 忘記了 這不重要 這不重要 其實影片一開始就講一個 老太太 我已經忘了她先生是誰了 走到墓前面 人家跟她講 誰誰誰誰 她根本就想不起來了 那看到那一幕你就覺得 好像人生就一場空 其實很恐怖的一個感覺 就是什麼都擺過了一場 這是我小時候的害怕 人在努力 在努力讀書 在努力做什麼 有一天眼睛一閉上 地球還在轉 然後全部人都忘記你了 一片黑暗真恐怖 那回到你的這兩部影片 先後順序是怎麼樣 同時做還是怎麼樣 講一講 好 其實這兩部影片 我是同時拍的 其實那時候其實拍沒有多 我一開始就在拍 被遺忘時光 被遺忘時光先做 先拍 那這部紀錄片其實講的是 失智症 阿治海摩症 阿治海摩症 當然有人說老人痴呆症 對那這部紀錄片 會想拍的原因是因為 當然一開始是一個委託的製作 那對我而言 我也想去關注這個話題 那就開始去拍 那其實很多原因 當然台灣已經是一個非常高度 已經是一個老齡化的社會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因為 我對因為做紀錄片 我對於那個鏡頭面前的 就是說在攝影機的前後 就是拿攝影機的人跟被拍的人 我們都在處理一個相同的命題 那個東西叫做記憶 叫記得 可是我的被射者是 漸漸把他記憶都忘掉 可是電影或紀錄片 是永遠把記憶給留下來 我是被那樣的一個命題 所深深吸引去拍 可是當然拍著拍著 也不得不碰觸到老病死 那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都覺得這部紀錄片 因為那時候就知道 他有機會會做院線的放映 在台灣紀錄片上院線 這幾年變成是一種風潮 所以我知道他有機會 上院線的時候 其實一折一洗一折一憂 其實洗的就是 我作品有機會被人家看到 但憂的是我會不知不覺 把老人的某些刻板印象 比如說病跟死或老 又更強化了 所以那時候就很刻意地想去拍 另外一種老人面向的故事 所以就跑去高雄 因為一個音樂巧合 我看到一片DVD 那是他們因為要參加高雄事業運動會 然後去參加一個 舉辦一個拉拉隊比賽 他們得到冠軍 哇 當場看了就嚇壞了 怎麼會有群那種七八十歲的阿嬤 爺爺奶奶們 會穿那個迷你短裙 在跳那種美式拉拉隊 你是無意中看到 他們這組人已經本來就在 對 要準備參加試運了 沒錯 我這邊告訴我說 他們辦了一個拉拉隊比賽 他們已經得到第一名了 這一組人是第一名的 他們只是一個比較小型的內部活動 所以對我而言我就深深被吸引 就跑去高雄 那就認識了這些爺爺奶奶們 哇 那個 因為你要七八十歲奶奶穿迷你裙 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氣的 包含我們要看他們穿迷你裙 也需要非常大的勇氣的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所以我就覺得很有意思 而且我有機會可以 去呈現一個故事 好像跟被遺忘時光剛好相反 不太一樣的 不太一樣的面向 可是他或許這兩部片的並肢 可以去比較完整的去呈現 老人的一個面向 那其實可以更往前推 我在拍這兩部片之前 有一年我拍了一部紀錄片 叫做《水蜜桃阿嬤》 水蜜桃阿嬤 那水蜜桃阿嬤是我第一次比較 真切的去拍攝一個老人家的一個故事 儘管他整個影片在碰觸的是自殺的議題 可是那部片完成之後的第二年 我去了北極 來征服北極 對征服北極 我跟林毅潔 就是台灣一個超馬選手去北極 那會想到後來拍這兩部紀錄片 是跟去北極是有關的 我記得那時候 因為這個去北極它是一場比賽 我們必須用徒步用走的方式 要走600公里 600公里非常遠 對 更何況也沒有柏油路 而且在零下40度的環境 然後搭帳篷 然後吃太空食物 這輩子沒吃過那麼難吃的食物 可是它的那個熱量非常的高 那要走一個月 然後才能夠走到終點 直北極點就是我們直北真直的那個點 最後我們真的走到了那個點 那等飛機來接我們的時候 我就寫信 應該說我寫日記 我寫給我外婆 那我就跟 我為什麼會在那邊寫日記給我外婆 是因為我覺得 我是真的這麼想 我覺得那邊比較靠近天堂 所以我覺得她應該可以接收得到 所以我就跟我外婆說 我現在在做什麼 然後我說我在拍紀錄片 我還擔心我外婆不知道紀錄片是什麼 我要把紀錄片的定義解釋給大家聽一下 那其實那時候我心裡就有一個 非常粗躁的一個想法就是 我可不可能可以去拍像我外婆 這樣一種老人家的故事 或者我可不可能可以去拍 那個小學六年級的那個我 當我一個人在台北 我陪著我弟弟 爸爸媽媽急滿港去參加 奶奶外婆的最後一面 那在那個在台北的家裡面的 這個小六的男生 跟那個小四的弟弟 他們是怎麼過這一晚 我可不可能去拍這樣一個影片 所以其實那個想法還很粗躁 結果沒想到回來文明的世界 回來台灣 突然間就接到 那個獅子導人基金會的朋友 就打給我 他一開始先關心我啦 說他看到電視 看到李懿姐活著回來了 他就關心我手指頭在不在 膠頭在不在 我就覺得那個關心很怪 我就問他說 那你背後的重點是什麼 他就直接跟我說 你到我們獅子導人 那個養護中心來看一下 你能不能試著去 我們來拍這部紀錄片 那時候我心裡就覺得很可愛 所謂可愛就是說 那個巧合是不是 有點巧合 沒錯我才剛在想這個念頭 結果沒想到就有人來敲門了 可是其實那次去我沒有 一開始都沒有準備要去拍 被遺忘時光這一部紀錄片 當然更不會有後面的青春啦啦隊 那可是那次是因為他們的那個 護理人員安排了一次說明會 那我知道失智症說 老人痴呆症是怎麼一回事 可是那樣的醫學或科學 其實讓我還滿 滿沒有辦法進入狀況了 所以那時候我去非常不專心 可是那時候其實我目睹了一個 滿大的震撼 我竟然看到了一個 一個六十幾歲的先生 在台灣六十五歲以上就叫老人了 六十幾歲先生 一個老人家 他帶著他八九十歲的老爸爸 要入住這個養護機構 那那個當下我很震撼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像我這種年紀 四十幾歲 帶著自己的父母去醫院看病 怎麼會是一個老人帶另外一個 比他更老的老人 然後要入住機構呢 我不知道 這個兩老年代已經 已經到零了 差不多 到底是什麼 成因造成阿斯坦默症 結果沒想到 那邊突然有些騷動 就轉過去看 原來他兒子就 就是把自己的父親 就交給了兩個 照顧人員 兩個照顧人員就順手 就從兒子的手中 把爸爸接走 然後就跟著老伯伯說 伯伯我告訴你喔 裡面很多老朋友 他們可以陪你下象棋啊 什麼的這樣子 然後這老伯伯就這樣順手 被接走 兒子就這樣放開手 結果這老伯伯不到 不到十秒鐘 他突然意識到 儘管他生病了 他突然意識到 他自己好像是被騙了 被遺棄被放棄被騙了 他突然開始掙扎 然後就那種大喉大叫 然後兩位大姐 都不知道怎麼辦 就緊緊抓住他 那一個滑倒就摔在地上 然後連那個替代義男都衝出來 以為外面出了什麼事 要幫忙 然後因為騷動才太大 我就轉過頭去看 突然就看到那個 那個老爸爸被壓制住 他就轉過頭來 然後就用非常凶狠的眼神 然後瞪著他兒子 然後就大吼一聲說 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然後那一刻突然現場 就變得好安靜好安靜 然後其實每個人心裡面都知道 這個老爸爸他當然沒有做錯什麼 可是這麼不堪的一幕就發生了 我就看一下他兒子 他兒子早就兩行淚都流下來 然後他就往前走 他就把爸爸扶起來 然後就把護理人員手撥開 所以他就欠他爸爸就出去 就離開了 其實那時候我就想要來拍這部紀錄片 《被遺忘時光》 其實後來拍了兩年 都沒有再見過這對父子 所以也是因為開始拍《被遺忘時光》 拍著拍著知道有機會上院線的時候 覺得應該要找另外一種面向 就是啦啦隊故事 親人啦啦隊故事一起去呈現 這個老人的某種面向才完整吧 拍照